那么宗教要团结 宗教怎么团结呢 我把我自己这些年团结的宗教的经验 方法 依据的理论也讲给大家听 我们依据的理论是佛教导我们 佛有四摄法 这四摄法就是现在讲的人与人之间 往来交际的方法 现在一般团体公司里面所讲的 公共关系法 这佛都教给我们 如果我们会用 你对自己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学会享和 这方法好极了 所以认真学习要善于卫用 我们看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 所有宗教都是一体的 宗教 宗教 能团结吗 能 怎么团结 深入自己宗教的今天 要深入 今天大师提出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问题 我在印尼 我在印尼遇到过 印尼大学 回教大学 送我一个波士学位 那天是同学们举行毕业典礼 我参加了 当时有同学提出来 他说我们印尼 五个宗教 根本就不一样 怎么能够团结得起来 我举了个例子 五个宗教 像五个手指 你深入自己的宗教 这是第一步 深入 深入到这个地方 还是不一样 还是五个 如果再深入 深入到这个地方 就一样了 就团结起来了 所以 不排斥别人的宗教 尊重别人的宗教 深入自己的 深入到最极处的时候 你就晓得 所有宗教都是一家 用什么来团结呢 就用一个爱字 每一个宗教的核心 教学的核心 就是爱 你看圣经里头 圣经是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都是以圣经 为他们主要的 今天 今天里面所说的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就抓住那个爱 我们要求上帝 要把上帝爱世人 那种真正的爱心 从我们内心里头 培养 发扬光大 不论他是哪个族群 哪一种信仰 他都是人 他都是世人 上帝爱世人 没有说他爱某一个宗教 爱世人 我们要有上帝 甚一些这种心胸 胸怀 真正去爱世人 不同宗教 他是世人 不同的族群 他也是世人 不同的文化 他还是世人 既然是世人 我们要用神圣的爱心 去爱护他 宗教就团结起来了 团结起来了之后 刚才讲了 深入自己的经典 别的宗教经典 我们都要学习 要很认真学习 要以清净心学习 要以真诚心学习 要以恭敬心学习 没有这三个条件 你学不到 所以我有一次 在马来西亚 跟马哈地长老 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我读古兰经 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对真主有孝顺心 有真诚心 有恭敬心 古兰经我读不懂 我有这个心 跟他的心很接近 我能看得懂 我看圣经 说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我才能把他意思看懂 看明白 不能够分 我是佛教 他是基督教 他是悔教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你三个教 你三个教的东西读不懂 这些错误的念头 统统放下 就是以亲近 平等 真诚 恭敬 你去学习 你全都学到了 学到之后发现什么 发现他们 最高的点是一个 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再仔细看 经里面所说的 百分之七八十都相同 很少不同地方 不同地方 那是各国地区 文化 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 是这些小地方 那个不是重要的原理原则 重要原理原则 全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 所以我们肯定 宗教里所说的 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在佛教里不叫做真神 称为自信 称为发现 出力贯通 你就明白了 这个爱心 真正能生得起来 齐心动念 先想别人 不想自己 不是先想别人 后想自己 没有想到自己 只有想到别人 为什么呢 别人跟自己是一体 爱人 就是爱自己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自信 在宗教里的时候 是一个真神 通通 都能够讲得懂 都能够讲得懂